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冬雨文化发行 第五集 奥姿的真面目 上一集 陶乐斯不时让那个坏女巫消失了 变成那个喵就没有了 只剩衣服啊 鞋子啊 帽子啊 陶乐斯就赶快穿回了那双银鞋 拿了西方坏女巫的钥匙 把被一起关在铁笼子里的胆小尸 和托托救了出来 而所有的温姬国人也同时得到了自由了 他们哪再也不用当坏女巫的奴隶了 为了报恩 温姬人全力地帮陶乐斯搜救他的伙伴 终于在深谷里找到了遍体鳞伤的铁皮人 嗨 陶乐斯 胆小尸 好久不见 这段日子你们过得好吗 我一直动也不动地等着你们呢 他的出来你都没有动过 你现在生瘦得很严重 而且你的铁皮破了好多洞 是吗 我太伤心了 我要哭了 他又要哭了 每一集都哭啊 Don't cry 在铁皮人生锈得更厉害之前 温姬人赶快找了好多技术出色的铁匠 他们在铁皮人的身上不断地叮叮当当地 哐哐哐地敲啊 扭动 焊接啊 因为不是 碎了嘛 抛光让他的皮亮一点 几天之后 铁皮人神奇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铁皮人 你现在看起来比之前还帅耶 你的铁皮亮到我都快睁不开眼睛了 我好感动 谢谢各位温姬人 我开心的都要哭出来了 才刚刚涂完油啊 不要哭 拜托拜托 陶勒斯就赶快帮铁皮人擦眼泪了啊 防止生锈 同时呢 另一组温姬人啊 也是搜救行动啊 他们是到大树上 找到了稻草人的衣服 帽子 还有靴子 陶勒斯立即发动温姬人 收集干净的稻草 那他就是帮你换血啦 那么严重啊 对对对 全身换新的啊 就帮他找了新稻草 细心地填充到原本稻草人的衣服里面去 完成之后呢 稻草人就复活了 耶 太棒了 我现在就跟新的一样了 逃勒斯他们真的很喜欢温姬人 温姬人很友善嘛 又很会做事啊 不过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总是还是要分开的 他们要去找 奥姬要大脑 心脏 勇气 还有要回家嘛 所以 就算是再依依不舍 第二天 他们还是跟温姬人道别了 温姬人也很舍不得哦 他们特别喜欢铁皮人 因为他们觉得铁皮人啊 拿着那个斧头的样子 很威风啊 温姬人希望铁皮人能够留下来 做温姬国的统治者 一个没有心的人 是不能成为好的统治者的 等我有了心再说吧 陶勒斯把西方坏女巫的金帽子 戴在自己的头上 脚上穿着东方坏女巫的银鞋 不过当他想到来的时候花了那么多时间 现在要往回走 要走好几天啊 他就觉得有点累 难道就没有比较快的方法回去肥冷吹吗 翡翠城啦 翡翠城啦 小BB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最好不要太大胆 毕竟我现在还没有得到勇气 温姬人在帮我填装新稻草的时候有聊到 飞天猴子听从金帽子主人的命令 现在陶勒斯就是金帽子的新主人 你应该有三次召唤他们的机会吧 有道理我来试试 陶勒斯摘下了帽子 仔细地检查 真的哟 帽子里面又写了一句咒语 你念这咒语也没有念比我高明多少吧 再一次 果然念完咒语之后 天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喧闹声 震耳欲聋的喧闹声 听说大家都会猴子叫 预备呗 开始 你叫不及大便 太破坏了啦 好 很好 震耳欲聋的喧闹声里面 虽然有小妹怪怪的 但是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猴子都很兴奋 还有拍动翅膀的声音 因为他们是飞天猴 对啊 说啊 说啊 对 有翅膀 飞天猴啊 又从天而降了 刚刚那个猴王 就是小妹爸爸演的猴王 就向陶乐斯举了一个功 新主人你好 你有三次召唤我们的机会 请问有何吩咐 请送我们五个去北翠城 没问题 飞天猴们拖起了陶乐斯 稻草人 铁蹄人 胆小师和托托 往北翠城的方向飞去 这一趟旅程就是很舒适了 是很棒的飞行体验了 飞天猴们的飞行技术都很好 又很稳 都不会遇到乱流的 沿途的风景也很美 陶乐斯忽然好奇地问 你们为什么必须经常 金庙子主人的命令呢 说来话长 我们本来只是一群普通的猴子 有一次 奥兹国四大女巫 在进行魔法比赛 我们一时贪玩 偷偷喝下了他们的魔法药水 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模样 而且还成为了金帽子的奴隶 听完飞天猴的故事 飞翠城也刚好出现在了 他们的眼前 守门人看到陶乐斯 头上戴着金帽子 知道他们肯定是完成了任务 他立刻高兴地 帮大家戴好眼镜 翡翠城里的子民也都热情地簇拥了过来 沿途帮陶乐斯他们鼓掌欢呼 但奇怪的是 奥兹大魔法师本人反而不是很开心的感觉 他找了一大堆的借口 一下说头痛 一下肚子痛 一下腰痛背痛脚痛 就是不肯接见他们 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了 什么 如果明天还见不到奥兹 你就召唤那个飞天猴啊 把奥兹带来见我们吧 这个计划 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的 传到了奥兹的耳里 第二天 奥兹就立刻安排接见了 他很怕那些猴子 这一次他们还是四个一起去见奥兹哦 还带上了托托 进入了规见室之后 他们发现宝座上空空的 既没有头颅 也没有火 更没有看到猛兽或美女哦 相信我 他真的不是美女 他是我看过最恐怖的东西 你 你又在乱说话了 我哪里恐怖啊 对啊 这样说自己的爸爸呢 好受不了单小师的批评啊 之前一直躲着哦 原本这个房间里面还没有看到奥兹的哦 之前躲着的奥兹啊 忍不住就发出声音了 你在哪里啊 我无处不在 我们已经成功消灭了西方坏女巫 你说过要达成我们心愿的 我 我有这么说过吗 我觉得他是要耍赖了啊 他这样吱吱呜呜的时候啊 我们现场不是有只狗吗 脱脱啊 脱脱的鼻子啊 就这样 闻闻闻 突然呢 他就跑向了一扇屏风前面 就汪汪汪的叫了起来了 他还一个激动啊 把屏风给撞倒了 只见 屏风后面竟然站着一个 满脸皱纹的 小老头 你就是奥兹 对 我就是伟大而可怕的奥兹 不会啊 你现在好多了 跟那个女人比起来一点都不可怕 可是你看起来不太像魔法的样子呢 其实 我根本不懂那什么魔法 我只是个普通人 但是我明明有看到你变成一颗大头啊 我还看过你变成火呢 还有猛兽 还有丑八怪 除了丑八怪这件事我不同意之外 其实你们看到的 都只是一些小戏网而已 哎哟 到底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亲眼所见啦 难道我们亲眼所见 还会有假吗 奥兹就把他们带进了一个小房间 那一个大头就是 陶勒斯看到的大头嘛 就放在角落耶 原来 他只是一个用厚纸板做成的道具 奥兹是用一根细细的线 把他从天花板掉下来就像那个什么木偶 然后呢 在屏风后面操纵着他而已 其他几个形象啊 什么火啊 有的没的啊 都是用不同的道具和障眼法做的啦 根本就不是魔法 哎 其实我来自于 离堪萨斯不远的奥马哈 本来是在马戏团里当一名杂工 后来有一次啊 我承诺热气球 为马戏团派发宣传单 热气球却失控了 越飞越远 飞了一天一夜 才降落到这里 跟我猜不对 由于我从天而降 这里的人啊 却又把我当成法力无边的大法师 可是我根本就不懂法术 只好规定所有人民 都要戴上绿色镜片的眼镜 这样啊 翡翠城看起来 就像蒙上了一层翡翠魔法啦 不要再说了 你明明答应要给我一个大脑的啊 稻草人现在很崩溃啊 他已经失去耐心了 他第一个站出来对着傲兹大吼 呃 其实你感觉蛮聪明的 常常会给朋友很好的意见 而且 只要在生活中累积经验 就能慢慢得到智慧啊 可是你还答应要给我新的啊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呃 你这个孩子怎么一言不合 就哭呢 你不是没有心 只是很在意自己 是用铁做的这件事 你只要时刻记住 自己是一个人 自然就会有人的各种感受了 你看 你这么多愁善感 就是一个有心人啊 那我的勇气呢 呃 你天生就是狮子 浑身是胆 只要自信一点 就什么都不用怕 只有别人怕你的份 虽然啊 奥兹把每一个人都点评了 就好像那个歌唱比赛的评审一样 可是大家还是就不买账 大家都觉得奥兹就是一个骗子啦 好吧好吧 不然你们明天再来找我 我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 到了第二天 奥兹先把稻草人脑袋里的草抽了出来 接着啊 他就把一些钉子啊 铁针等等的一些硬邦邦的东西 用泥土混成了一团 塞进了稻草人的脑袋里 那 你的大脑已经安装好了 以后你就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呜呜 我感到头脑里非常充实 很有分量 我一定是变聪明了吧 接着是铁皮人哦 奥兹把一个塞满了豆子的布袋 当成是新的心 塞进了铁皮人的胸口 现在啊 你拥有一颗情感丰富 正直善良的心了 实在太感激你了 现在我的内心百感交集 哇 百感交集啊成语了啊 那轮到胆小诗啦 奥兹从柜子里取出了一瓶辣椒水 这是勇气之拳 喝了就能为身体注入无比的勇气 哎呦 辣死我了 哎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到浑身都是勇气了呢 真的耶 我感觉到一股热气充满了我的身体 肚子就像要烧起来了一样 恭喜你 这就是勇气了 前面几个人 奥兹都这样半哄半骗的就过关了 那但是陶乐斯啊 刚刚小妹也紧张了 我还 我怎么没论我 奥兹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啊 从仓库里找回了当年飞来的时候做的热气球 经过连日的赶工 热气球终于修好了 其实 奥兹自己也已经厌倦了在这边的生活了 他决定跟陶乐斯一起搭乘热气球离开哦 并且把翡翠城交给稻草人来管理 哎 小比你进阶了 你变成管理阶层了 我是管理员 好的 嘿嘿嘿嘿 奥兹 陶乐斯和托托登上了热气球 就在陶乐斯向同伴挥手道别的时候 奥兹点燃了热气球的火焰 小狗托托被这个轰的一声啊 吓了一跳 突然从陶乐斯的怀里跳了出去 托托回来啊 陶乐斯连忙跳下热气球去追托托 可是等到陶乐斯抓到托托 再跑回来的时候 热气球已经飞得很高 很远了 2024MVP杨陈银 成果发表 Vocatno历险记 周宜安担任旁白 沈燕熙饰演猫咪 李儒雅饰演小女孩安妮 孙永新饰演小女孩的姐姐安娜 张绍环饰演冒险家 蔡安杰饰演呆呆鸟 从前有两位具有与动物说话能力的小女孩 和一只会猫猫霸拳的猫咪一起生活着 安妮安娜 我的猫猫拳只差林门一角 就可以成为猫界霸主 但还缺少了承受中 只存在于古老时期的极品猫粮 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的 他们查到在猫界中的Vocatno火山附近藏有一个宝库 里面充满着古代秘宝 于是决定立马启程寻找 我之前去Vocatno火山时 有看过一位冒险家 用定一身不断寻找的宝库 我们可以去找他问问 太好了 那我们到那边的村庄后 马上去找他吧 来到了村庄之后 他们看到了一个男人 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那位绝对是冒险家 哈 猫咪在空中翻了三圈之后 到了冒险家面前 你就是冒险家吧 听说你正在寻找宝库 我们想和你一起去找 我用了一身找寻都破解不了的民工 就凭你们 不然这样 如果你们可以跟我的助手带带鸟 比赛并且获胜 我就带你们去找迷宫 那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来比比看 谁的最快解开这道数学题目吧 跟我比数学 我可是数学王国的数学天才呢 两人正式展开了较量 呵呵 题目就是 十六千九等于多少 呃答案是七对吧 真读假读 题目也太简单了 难不成是个陷阱 怎么可能 十六千九不够解忆 十六千九不够解忆 够了呆呆鸟愿读服输出发吧 我们马上去找宝库 在众人的一脸疑惑中 他们来到了迷宫 宝库就在迷宫最深处 但最难的地方还在于这里的地板 走过就会坍塌 并且坍塌后的一分钟后 就会涌入岩浆 看来这个挑战非常严峻 但仅实是我的主场 喵喵船可以直接破坏墙壁 根本不用担心找不到路的问题 你真的以为古人的迷宫 可以这么轻易被摧毁吗 太天真了 于是猫咪试打了一下 胖一声 墙壁硬身碎裂 呃呆呆鸟啊 我想我们还是乖乖跟在他们身后吧 就说不要小看我们了吧 对啊对啊 我们的猫咪可厉害了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顺利抵达到保护前 嘿嘿太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练就救急喵喵拳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猫咪的脚下突然一塌 千军一法之际 安娜与安妮紧紧抓住猫咪的手 没办法了快放手 不然你们也会掉下去的 不行 没有猫咪我都不知道明天的鱼骨头该给谁吃 不行 没有猫咪的话 朋友就不想来家里找我了 真是谢咯 呆呆鸟你不能用你的嘴巴叼起来吗 对吼 都忘了我有这双大嘴了 呆呆鸟快速地将猫咪叼了上来 看来安全了 那我们马上进入宝库吧 哇 就是这个梦寐以求的极品猫粮 这样我就可以实现梦想了 哈哈哈哈 可恶 这个狐好像拿不走幼儿嘴 把它卡着带走好了 呆呆鸟冬一声地把嘴塞进狐里 于是在大家找到各自想要的宝物后 就决定就地解散回家了 诶等等 怎么没看到呆呆鸟 谁快来救救我 我的头被瓶子卡住了